和红脸观光相比美的 经常说到的就是黑脸 因为黑脸是一个法官的面相 铁面无私 那么在相比美的 你也可以处像白脸 曹操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坚臣的形象 所以从观义形象来看 它的勇武绝伦 作为一个名将来说 当然是非常重要 这种勇武不是说关于 在整个三国演义以来 小说的作为一种勇武的排行 来说它排行第一 这不一定 那有可能人家排行 有的那名吕布第一 关于吕布或吕布 三音斗吕布 需要张飞 关于两个人还在跟吕布 刚刚打成平时 然后才跟魏在出场 三音斗吕布 所以吕布的勇武 可能要照顾 但是关于的勇武 却的确是小说当中 一而再再而三的 加以描写的 在关于出场不久 就是所谓 温穹展画熊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非常热闹的 很烟雾夸张的 那烟雾夸张的 这一杯酒给蒸好了以后 还温在那呢 把画熊的人头就长过来 而且为了铺垫 温穹展画熊这个故事 小说不惜改编的历史 因为在历史上 展画熊是孙策 那么小说当中就偏要写 像孙策啊 很多人呢都是打不过画熊 然后最后让 这个 关于就温穹展画熊 那温穹展画熊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 他通过一个虚构的东西 特别要写出 关于的这种 勇武的这种特点 那么小说也以相似的笔画 来写 虎劳关 三战旅步 这样一个故事 当然更精彩的 还是关于 在曹操难的时候 赐炎娘诸文仇 赐炎娘诸文仇 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实 读三国志 咱们读到了关于赐炎娘 当然三国志都没有 把炎娘写成多么勇武的 语言明将 那小说里头也把炎娘写得非常勇武 袁绍派炎娘做先锋进攻白马 就是华州这个地方 那么也写炎娘先后展的 宋献 韦旭 甚至打败了曹操手下一员 大将徐晃 所以朱将历然 在这个时候 关于祝展 在这个时候关于祝展 那么这还是 斩炎 赐炎娘还多多少少符合历史实 但是斩文仇 却完全是虚构的 那完全是虚构不符合历史实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能够轻而易举的斩杀 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 甚至超过了像徐焕 像曹操手下的张辽亮的勇武 那等于超过他们 这就可以表现了关于过人的这种勇武 而且 关于的勇武之所以后来能够人口皆非 在民间能够传送那么广泛 也包括关于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勇武 小说当中刻意描写的就是他的 刮骨 疗毒这个故事 关于被色伤了以后 有毒 那他身上有毒 那么这个时候滑驼来给他治伤 那么这个时候治伤是要动外科手术 而动外科手术没有麻药 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柱子 上面盯上一个大圆环 把受伤的胳膊伸到圆环里头 然后用绳子来捆上 据说这样的变形是痛 当然同时还要把眼睛蒙住 不让你看到能够减轻一点 心理的压力 但是关于却不以为然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柱环 这是普通人用的 凡人才用这个 我是和凡人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世间的俗子才这么用的 所以他不需要用柱环 当然也更不需要什么用 眼罩子把眼睛给折走 小说在写他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华陀动手术的时候 写他一边饮酒食肉 一边和马良谈笑下棋 而华陀就拿那个大盆子来接血 下刀割开皮肉 甚至割到了骨头 用刀刮骨头 刮之有声咔咔然的血流迎盆 前后左手的人都看了都是大惊失色 而关于一边喝酒食肉 一边谈笑下棋 马不在乎 马不在乎 所以华陀不敬语称赞他 作我唯一一生未曾见此君后 真乃天神一样 那这是天神一样的人 这对写关于的永不绝论 这对写关于的永不绝论